好来看到今天新闻的另一个焦点 日本政府宣布买下了钓鱼台 外交部长杨靖天上午也约见日本驻台代表尊锦成夫 表达强烈的抗议 并且呼吁日本政府应该立即撤回这个决定 否则伤害到台日关系 必须由日本自行承担责任 同时也在第一时间要求我国驻日代表沈思纯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台湾报告 代表你要问什么 对不起 这是一个外交部长的一个 那部长有跟你表达抗议吗 不管记者怎么问 日本驻台代表尊锦成夫 只说交给外交部来说明 在日本政府宣布要购买钓鱼台之后 和交部长杨靖天立刻召见尊锦成夫 会谈40分钟表达强烈抗议 对日本严重侵害我国领土主权的这种举措 可能特别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 表达强烈的抗议 对于日本此一做 我绝对无法接受 也绝对不予承认 本人特别强烈要求 日本政府应即刻撤回此一步 决定 该等举措所导致的一切后果 应由日本自行 承担其完全的责任 杨靖天表情严肃 措辞强硬 展现捍卫钓鱼台主权的决心 而且抗议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更要求驻日代表沈思纯回台湾报告 我们已经请这个沈大使最快的速度 回到国内来 变照他回国 就有关钓鱼台引起的这些问题 向政府做个详细的报告 所以我想最快应该是明天 这个回来 刻意用回台报告而不是用召回 杨靖天也怕动作太大 让台日关系真的受到影响 毕竟两国的雨夜谈判还得继续进行 日本方面要展现最大的善意 因为过去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过去16次的谈判 我们发现效果不好 我特别今天在谈话里面特别指出 第17次的谈判 应该要有具体的成果出来 让我们的渔民在那边的合法权力 获得更大的保障 杨靖天呼吁日本珍惜与中华民国 多年来建立的特别伙伴关系 回应马总统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 与相关各方共同割职争议 理性和平对话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